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摩苏尔老城区的最核心的地区 这个地方叫法鲁克地区 在我左手的位置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 就是著名的奴隶清真寺 今天上午的时候 伊拉克正附近的反恐部队刚刚收复了这个地区 就是奴隶清真寺 现在只能看到一个绿色的一个穹顶 然后在另一个方向 从这个方向我们还看不到 是我们刚才拍到了 是奴隶清真寺有800多年历史的旋律塔 整个旋律塔已经炸的只剩一半了 这个地区呢 反恐部队的士兵告诉我们还算比较安全 因为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已经到了另一个 清真寺后面的 躲到了清真寺后面的地区 刚才由于军官告诉我们的 从这儿到 到底格里斯河的西岸 就是老城区的边缘 大概还有900米的距离 整个摩苏尔老城区的战事 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最后的阶段 这一周是确讨的 没法出现 这是一次的 一个人我们在建立的 对他的潮力 美的潮力 也很开心 一周一定 最后一周是 我们在山上 我们在山下 assung foundations 、三十五十 that the score is challenges of security 现在 One任何力тер,恐懒疑到科技, 有活跡性、安倍 haver 还有优秀动力 不是有机会来运动到疾病 因为有机会来运动